大家好 我是沈玲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天下纵横谈 其实人口普查对你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它对当地的不管是造桥铺路 甚至是医疗机构或者是学校都会有很大的改变 在今天的天下纵横谈当中 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人口普查局公共关系协调员 也是Carol 共鸣谈论一下到底人口普查 它可以帮助您的未来有什么样的贡献 Carol 您好 您好 主持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月份到了人口普查真的时间已经开始了 对不对 人口普查这一次有没有中文版本 有 所以大家应该已经在3月12号 就从家里的信箱收到我们第一封邀请函 告诉你说你可以开始上网或者是打电话 进行回复这个人口普查 但是如果说大家还没有时间去上网或者打电话的话 4月8号也应该会收到了我们寄出来的这个传统的纸张问卷 那如果说纸张问卷是英文的话 可能大家就需要拿着这份问卷到比如说图书馆 或者是一些你比较信得过的一个非牟利机构 或者经常去的社区中心 那里头都一定会有工作人员能够帮忙 比如说翻译或者是提供一个电脑给你 然后你就在那里上网然后直接完成 其实这样真的算很方便耶对不对 会不会有人没有收到呢 应该说我们提前了蛮多的时间去做准备 那希望是说只要是有一个正确的信箱 然后就是邮寄地址 那我们都会把这个信寄到这个具体的住户上面去 如果说真的是没有收到的话 然后看完了我们这期节目 知道了这个网址可以通过什么样的网站 直接在网上去操作 回复这个2020的人口普查问卷 希望大家也赶紧上网去完成这个 九道问题的2020人口普查 对 所以有可能没有收到的话呢 其实直接上网去回答问卷就可以 不一定要等到今天真的收到邮件 再去开始做回答对不对 很多看节目的人一定会问说 那我也想要知道一下 你跟我说的九道问题 这九道问题到底是什么啊 其实我们一共就会问 像刚刚主持人讲九道问题 然后包括说你的姓名 然后你的住址 还有就是你是租这个房子 还是买这个房子 您的性别 出生年月日年龄 以及您的种族 你是不是一个西班牙的后裔 还有就是说我们上一期节目也提到了 只需要一个人去负责把全家人都包括在同一份问卷上 所以他会问除了说负责填写的这个人以外 还有其他什么人也住在同一个单元或者是使用同一个信箱来收信 然后这些人他也要具体的列明他们的姓名 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些问题 以及他以及这个填写的人和这些其他人之间的关系 对 凯尔你刚刚听到 有些人可能是住在同一个单位里面 或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这个地方有可能是租的或是买的 对不对 可是我跟你可以是roommate的关系 并不一定是亲戚的关系 这样也是要填写的嘛 对 所以在里头当比如说我跟你同租一个单元 然后我说我来负责填写 然后我一定要把你也加进去 就是说除了我以外 还有另外一位室友也住在这个单元里 然后在最后问你说你跟这个是什么关系的时候 我就可以填选择最后的那一项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亲戚或者血缘关系 懂了懂了 九个问题其实真的很简单 可是回答这个九个问题 如果我不照实回答 或是我不回答的话 对我会对我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损失吗 首先如果说真的有一些问题 住户不懂得怎么样去回答 或者没有看到 然后就直接省略了那一道问题 往下面去回答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九道问题里头 其中一个就是说 每一个住户都要留下一个电话号码 这个电话号码就是方便我们当发现有问题的问卷时 起码有一个方法可以打电话问一下 到底我们有没有办法协助您完成这个问卷 这个问卷 OK 所以就是留一个电话号码 对 留电话号码爸爸妈妈又会担心 我那个电话只要留电话号码出去 就打不停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耶 人口普查局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只要我留电话号码 希望就是说大家都非常认真的把这些所有的九个问题都完成 那这个电话只是一个以防万一啦 OK 可是这也算是个人资料 对不对 对 可是我们在一次其实在不同的宣传活动中我们都在重申啊 人口普查局只是做一个统计的工作 我们不会去跟任何的机构或者是任何的执法机构去分享任何的个人信息 OK 这我就放心了 可是那如果我在美国不能工作 就是我不是 legal status不能工作 我也不是公民 可是我跟我的 roommate一起share这个单位 那我觉得我要来填写 我还要填吗 对 因为所有生活在美国的人都要有这个义务去完成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 因为我们虽然可能我还不是个公民 我只是一个绿卡的居民 但我也生活在这个社区啊 我也在每天使用着这个社区的资源 所有的这些福利其实都是来自于联邦每年的过千亿的资金经费 花费到比如说知道这里需要多建一个社区公园 需要多建一个学校 那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社区的这些服务跟福利 但是我们没有发声告诉政府说原来这个社区住了这么多人 或者是这么多华裔的居民需要各方面语言方面的服务 我们这个时候就是最好的机会发声说我们住在这里 所以联邦要给予我们足够的经费 为我们未来十年的建设付出我们一丁点力 就是填写这个十年一次的人口扑加表 就像我们之前在上一集节目 其实Cary有跟我们提过 如果今天不愿意花这个十分钟去填写这个九个位置 其实损失真的蛮大的 对 因为会直接影响到十年 接下来十年我们社区可以拿到的经费 对 因为十年真的很难讲啊 你看科技这么进步 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在发生 不会说十年之后我的路还是长这个样子 对 十年之后学校的天花板啊地啊 甚至是computer啊都没有被update 甚至是我们所谓的消防机构 警察机构 执法机构都没有被update 我觉得这样应该是蛮危险的 那如果这么说好了 我们从四月份开始嘛 那可是我真的很忙啊 我每天要忙家庭忙小孩忙上班 每天都这么忙 我到底可以有多少时间来完成这个人口普查的调查表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跟大家跟主持人说 真的只是花一个十分钟的时间 但是对于我们社区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所以如果说大家晚上没有空 可能明天下班的时候真的就抽出十分钟 比如说打个电话或者是直接上网就可以填写了 那我到底是到什么时候截止呢 会一直到网站的话 其实会一直让大家登陆这个网站 然后填写网站应该是会一直到七月底 一直到七月底 那如果今天收到邮件了 大家想用笔填写 那我什么时候要放到这回邮信封里面 那还是应该要尽快 我们希望都是在2020年的上半年 就七月左右就会全部的结束 那还是说希望大家考虑到原来 这个十分钟对我们以后是这么的重要 还是一收到以后马上抓紧时间回复了 这个2020普查的调查问卷 其实2020人口普查局 就是做了好多好多不同的这些转变对不对 当然里面好像有很多种不同的语言是吗 对我们其实大家如果可以上网的话 或者是打电话的话 就可以通过网站直接看到一份中文的问卷 那网站上除了有英文的问卷以外 其实是一共有12种非英文语言的问卷 当中就包括了中文 比如说还有我们很熟悉的韩文 西班牙文跟日语等等 一共12种 所以上网是最方便的 只要你登录这个网站 然后就可以直接找到这个点击到中文的问卷 就可以进行回答 打电话也一样 打电话就是直接会有讲普通话的服务生 就是接线生 或者是讲广东话的接线生 我们来满足客户不同的需求 目的就是要为了用最方便的方法 让大家花10分钟的时间来完成这个问卷 对对对 可是你看如果我们花10分钟的时间填写问卷 因为你不需要用讲话的时间来填写对不对 那可是如果你讲话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要把这个问题explain两三次 讲电话的话会不会花更久的时间呢 其实也不一定了 那因为很多都是选项 我们只会问比如说请你告诉我你的姓名 然后可能你就是把一个一个字母的拼给他听 但是因为我们的接线生是在讲广东话 或者在讲普通话嘛 所以他还是会直接把这个问题就用广东话问你 或者用普通话问你 请你告诉我你的姓是什么 你的名字是什么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对于新移民来说啊 对这个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福利 因为他也许看也看不太懂 虽然是中文也许会觉得哎呀好麻烦哦 如果我用讲的说明我看不懂听不懂 问的时候还可以再问出另外一个所以人来 可以更了解到问题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对所以上网跟打电话其实都还是说蛮方便的 只要大家登陆这个网站就可以直接看到一份中文的问卷 那除了说填写自己的名字以外 其他的都是一些直接的选项啦 所以就是还是蛮简单的 对对重点就是像刚才Carol提到的一个单元或是一个住家里面 一定要记得每一个成员不管是年纪大或是年纪小的都必须要填写这个人口调查局的调查表 今天非常谢谢Carol来到天下纵横谈 其实呢4月份这个时候呢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来10年都depend在这个10分钟上面 你往未来由此展开现在就开始上网站填表格 或者是打开你的信箱看一下里面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份人口谱查局的填写表格 无论你是怎么样填写这份表格的 对您来说对您的未来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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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开你的频道